韩剧正年改编自同名网路漫画 讲述1950年代韩战后 拥有超强天赋的少女正年 加入女性国剧团的成长故事 该剧经过了长达一年的拍摄期后 终于正式杀青 也确定在今年10月12日开播 有网友发文指出 自己在查看该剧的出演者资讯介绍时发现 主演群包括金泰黎、辛瑞恩、 罗美兰、温素利、郑恩才、金允慧等人 然演员名单中竟然完全没有男演员 该名网友不禁感叹 第一次看到完全没有男演员的一场剧 怎么有办法出现这种戏剧呢 自己一定会死守本放的 贴文随机掀起热议 迎来破万人转发点赞 认为要做出只有女性的戏剧 真的很不容易 一定会支持的 又网友表示 很相信金泰黎选机日本的眼光 对这部作品表达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